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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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静 太静 那河河圆圆 你们再去把方天画戟给他抬上来 虾将和小乌龟又抬出了方天画戟 交给了猴王 还是太静 太静 要动的 要动的 这可怎么办啊 我把我们的地海神针给他看看 反正他也拿不动 嗯 这是个好题 他们拿不动的吧 就不能怪我们了 对 把他打开走 对 他把他打开走 好 大师 你跟我来 我带你去看一样东西 好 第三幕 取定海神针 龙王把猴王带到一个地方 只见一巨大铁柱立在那里 大师 大师 你看 大师 你看 这是什么 这是我的地海神针 重三千五百多年 有这种好东西啊 对 如果你能拿得到 我就送给你 那我试试 猴王走进铁柱 只见上面写着如意金箍棒 他摇了摇 拿不动 那小千就好 猴王的话音刚落 只见那神柱就小了一些 原来这定海神针是可以如意变化的 太猴王带小千 带铁柱 话音刚落 只见那神柱就又小了一些 猴王乐得手舞足蹈 带小千 带铁柱 定海神针变得像一般棍那么小 猴王捂起了金箍棒 瞬间龙宫地动海摇 大师 别舞了 别舞了 这宝贝 你不能拿走 哎呦 说话不太痛了 小小小小小 只见那定海神针最后变得像 真那么小 猴王把它放到耳朵里面 多谢龙王 我走了 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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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不能拿呀 我们怎么办呢 老龙王可不能没有丁海神针啦 老龙王一家 以为可以说话不算数 随便许诺 因此失去了丁海神针 欲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谢谢大家 敬礼 谢谢大家